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万块对台北的流应而言 他需要接90个客人 我既不脱也不巧 柯市长 我跟你的收入是天差地的 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下 在台北市真正生活在底层 百姓的新生 有一些色情产业里面 卖命的也是所谓的年轻人 其实是属于是清贫族 像一个月前所发生的W饭店事件 就跟新交易一样 无法是正大光明的被讨论的 然后也会被瞧不起的 流英雄的要卖兵 柯文哲逼倉记犯法 柯文哲逼倉记犯法 米口上述到底 今天之春和台北的流英 和个体务的新工作者们 又来到台北市的门口了 今天来到台北市的门口 博外夫就是来找柯市长 请柯市长来落实性交易合法化这个议题 主要是因为等会下午的三点 会在台北地医院上面 有台北的米口要进入了审理亭 104年也就是前年的10月21号的时候 我们的台北米口这位 他上面就是这位台北的流英米口呢 我们遭受到万华区的公民派出所警员 遭受网路的调语 那并且是以处级儿少 简称儿少29条 那全名是儿童级少年性教育防治条例 第29条 跟律师讨论过也认为是应该是会有罪 通常是这种个体库 被儿少29条判例的案例来看 大概就是一颗罚金换成49万块 也就是有期徒刑三个月就对了 我曾经说过 我是拍而已 我不是拍啦 去年10月21号 用钓鱼的方式在网路跟我钓 年后一年两个月 到现在光是上庭的 光是开庭要上去讲话的那种心理压力 高红口对我来说要九十个人家 我一天便宽有三个我就掏钱 我那天就觉得很幸福 我90个客人我要做几个月 不吃不喝的三个月 才能筹出这个9万块的罚金 这件事情 这个经济压力 是柯市长生意 作为生意破益的 透市长而言 他是无法理解9万块的这个经济压力 跟生活负担 而不管怎么样 因为从去年开始被遭受起诉之后呢 我日春跟Miko都是还蛮坚定在庭上都是死不认罪 那也打算因为现在就是审理庭嘛 那审理庭判断就是很快就会有一审的宣判会出来了 那一审的宣判我们目前也打算就是上诉到底 当由于工作已经十几年了 那今天我也已经六十几岁了 看到Miko可能会被罚到9万块 我光想到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况且现在生意是很差 那我们要到哪里去找这就是不可能呢 我们就是因为穷才会来做这个行业 那政府不落实合法化 好像这样招逃我们实在是很糟糕 他是台北市取缔性教育的数量跟处罚的总金额 我们把它统计下来 2015年的柯文哲执政的时候 取缔的数量是1960年 那1960年换算下来 这个是设为80条哦 跟额少又不一样 进入了市府的市库是1,150万 其实我们也可以更正当当光明的合法管理 我们来缴税啊 那我们也正大光明 同时又去污名 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这是一定要是用这种处罚的 入罪化的方式 把我们的血汗钱 对我们来讲也就会侥幸不刚情不愿 我们是被犯人对待 不是一般合法的纳税人 这个当然是对我们来讲 社会的身份本身根本就不同 从Miko的流因 因为违反额少29条 变成是罪犯 和最近才刚发生的W犯店命案 都反映出 明明性交易是有合法的法源 但是客市长宁可不落实性交易合法化 无视留因挺而走险 放任警察用钓鱼奥波来查气 同时是客市长宁可是大力扫荡 无造的酒店执照 但是不正是合法的八大行业的 比如说酒店啊或是传播经纪公司啊 明明就是有性交易的罐和麦果肉店的这个事实 导致的是第一线的社情产业的劳动者 无法用劳动安全的保障 无法保有这个劳动安全的保障 我们认为客市长听说你想要连任 如果你要连任就别再回避落实性交易合法化 有一位年轻女子大概是欠了两个月多的房租钱 所以她当作是打工心态 去当了一个传播工作之后 大家都知道一去不回 柯文哲市长的打压政策 是跟这样子的命案会发生是非常有关的 柯市府的政策来看 但她的大力扫还跟扫毒 是把传播工作者逼到更危险的环境来工作 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柯市长其实针对这个W饭店的事情 你不可以说跟你无关 继续不落实性交易合法化 其实只会实际上是促审挂扬短麦果肉的店家 比直接性交易的生存方式还要有个好生存 所以就会变成是所谓的合法执照 然后庇护非法性交易 任聚是认为这种不良的政策 会导致业者为了要省这个营业的成本 反而是影响了营业形态跟产业的结构 更糟糕的是节省下来的成本谁来吸收 就是第一线的劳动者啊 我实在是很心疼 这么年轻的这样的小姐就这样子走了 社会应该要来讨论 怎么在台面上来面对管理 这样才是最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法 Miko的这个诉求 在落实性交易合法化的部分呢 台北市政府是每一次都是草草了事就是了啦 那制作就是总共有一年来 大概有快要十场的行动 但是他客市府给我们的封文 两封封文都是是差不多就是说 台北市不适合设立性交易专区这样的态度 那这个对芝芝村跟往台北的留意而言 是柯市长你根本就是灭于 完全是灭于台北的所有的行政区 都有性交易的存在 甚至都有性产业的存在 这件事情他根本没有要打算直接看待 这个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古落实性工作性交易合法化 让我最痛苦的是 我作为性工作者 无法被大家看待成一份正常的工作 所以我要的合法化 不只是在法律上合法而已 我要的更是卖淫能够被人们视为 一份正当合法的工作 不管是性交易还是非法药品 都是赌不如输的 才是根本的政策方向 因为入罪化只会继续缝固了地下经济 甚至是会更加深或是提高地下经济的 这个剥削的结构 那这个无助于当事人 在低线的时候面对的风险和负担 那我们会认为透明管理才是公权力 能够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就可以 并且可以减少四部门的剥削